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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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去到万古常存者的前面 即是去到天主面前 天主赐给他各样的权威、尊荣、国度 什么都给他 以至各民各族都侍奉他 作者说他的王权要永远常存 究竟是谁呢?是否说达味王朝的一个君王 但是后来这个王朝已经灭亡了 不可能了 于是人们慢慢就想 可能就是一位默西牙天主 不知道在哪里 兴起的很威权的 来拯救犹太人 拯救我们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神仕在耶稣基督身上 是得到圆满的实现的 看回我们四经金句 其实就是指向耶稣 在耶稣身上 天主为王 我们对主耶稣也这样说 你在普天之下是最尊贵的 或者更加合适地说 在普天之下你是唯一尊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有价值的 其实都是建基在耶稣身上 离开了他 什么都没有价值 都不能说耶稣是最尊贵的 于是后面有个意思 其他也有价值的 其他也有尊贵的 不过少一点而已 不是这个意思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各位姊妹 想起一个这样的故事 说有一条村庄 他们很久就旱灾 没雨 于是那些村民都是教育 求神父为他开一个求与尼撒 很奇怪是吧? 故事来的 他就开了尼撒 但是到结束的时候 他叫了女孩子来到前面 神父很感动 对大家这样说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要学这个女孩子 学她什么呢? 我们来做这个求与尼撒 唯有她带上把傘来参加尼撒 各位兄弟姐妹 这个当然是好像笑话一样 其实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就说我们是教友 是不是? 家里有些布置 有些圣物 有些圣像 甚至主日都去参加尼撒 希望每个星期都去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 以天主作为我们的王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 在普天下 以她作为最尊贵的 甚至是唯一尊贵的她一位呢? 我决定之前 做一些决定 或者我要去哪里 做一些重要的事的时候 有没有想起她呢? 有没有做祈祷呢? 有没有在主里面做分辨呢? 是不是?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不要只有一个讲字 我们由背诵圣经金句开始 真是在生活当中 以天主为王 以她作为最尊贵 唯一尊贵的她一位 上传为王 你就是普天下 是最尊贵的 圣语九十七篇九节